麻辣豆腐的简单做法 先取一块老豆腐 先把豆腐切成大块 然后切成片 最后改刀 把豆腐切成头子大小即可 放到一边备用 取小葱一根 先切成小段 然后切成葱花 先把大蒜拍扁成蒜泥 然后切成蒜末 和小葱一起放到一边备用 用剪刀把红辣椒剪成小段 锅中放水 加入食盐 最后放入切好的豆腐 灼水两分钟 锅中放油 加入刚刚切好的调料 再放入半勺豆瓣酱 等炒出红油 放入酱油 加入适量清水 加入食盐 鸡精 白糖 一勺辣椒面 半勺麻椒粉 放入豆腐 等待豆腐入味后 分两到三次淋入水淀粉 这样可以增加汤汁的粘稠度 勺子轻推豆腐 让汤汁更加均匀 等待汤汁被熬得减少后 即可出锅了 这样一盘美味多汁的麻辣豆腐 已经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麻烦点赞支持下午